爱心涌入南投仁爱之家 附设仁爱儿少家园 15号在仁爱之家举办捐赠仪式 台中市中正施职会 中投有线电视公司 募资捐赠20万元 提供仁爱之家改善协服务楼 无障碍设施 由该施职会会长张天德 中投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张奎林 代表捐赠 副县长捐赠深 及仁爱之家董事长陈毕三代表接受 陈副县长表示 县府近年编练许多教育及社府预算 提供县内长嘴及学长更好的服务 希望社会各界依助资源 共同照顾长辈与孩子 期望有更多社会资源投入 协助改善仁爱之家救建物 目前整个状况已经逐渐改善 甚至希望城堡落成之后 其实也改变了非常多的一个环境设施 那今天从政司职会特别牵线了 无障碍受灾的一个改善 所以让院同们未来能尽速地回到这里来就地安置照顾 另外我们长造中心我们仁爱之家一直希望能早日来规划来建设 因为他的寿司都有点老旧 甚至于安全上有一些顾虑 所以一直希望透过县人的能力 来促成强照中心的启用 中正司职会会长庄天德表示 南投偏乡物资缺乏 司职会秉持扶弱即困 乐于助人的精神 捐赠人爱之家上款 提供孩子更优越更污暖的发展空间及环境 我们这次的监政的活动是关于我们这个蓝头县 这里较偏向的地方 物质方面会比较缺乏 还有我们这个我们司职会的八大信条 第七条有那个关怀疾苦 不落即困 以逆自逆乐于助人这样 就是来这里见证 比较这个小孩子 有一个依靠 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生活 让他有一个比较安定 正常发展的空间这样 江总经理表示 此次与台中中正司职会 合力募集20万元 帮助孩子改善家园 未来社会有需求 将建议协助改善 以及提供相关资源 这是很开心 能够就是得到中正司职会的一个邀请 一起参加就是我们 我们希望城堡的一个募资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中投有限一直以来 就是在林县长跟副县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我们觉得身为在地企业 一定要为我们南投这个地方 所有公益付出心力 那这一次跟中正司职会一起协助募资的20万 来改建我们南投仁爱之家 让希望可以 还有很多在外地需要受到照顾的小朋友们 可以接回来我们南投这边照顾 中投有限未来也一定会 竭尽全力在公益上面持续的做付出 支持我们县长与林县长的所有的政策 捐资仪式简单隆重 陈副县长并与陈董事长 张会长 张总经理 以及参与活动的各式职会会友 可以留念